在娱乐圈中 有的明星夫妻结婚没几年 就走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 有的明星夫妻却在结婚多年后 依旧是那么的恩爱甜蜜 温馨幸福的生活惹得无数网友的羡慕 而邓超和孙丽就是这么一对让人羡慕的夫妻 邓超孙丽和很多明星夫妻一样 也是因戏生情而走到一起的 在2005年 两人因为拍摄《幸福像花儿》一样 这部剧相识并且相恋 之后两人也是很大方地公布了恋情 在甜蜜恋爱了五年的时间后 终于在2010年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邓超和孙丽在结婚后 两人恩爱又甜蜜的感情生活丝毫没有减弱 不管是出席活动还是上节目 他们总是能在镜头前肆无忌惮地秀恩爱 私底下更是经常被拍到两人腻味的一面 而且除了在现实生活中秀恩爱之外 他们在社交平台上 也总是以护黑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于彼此的爱意 对于这种表达爱的方式 网友们也是非常乐意看到的 都纷纷被这对夫妻给圈粉了 这个怪癖吧 这样你直接看你老婆怎么说的吧 好吗 他拍完分手当时以后 就是我跟一间的配饰都不见了 就是手镯也找不到了 而环也找不到 墨镜也找不到了 突然把我的一副墨镜 我很喜欢一副墨镜都不舍得戴 然后找到以后 那个腿撇得那么开 你怎么喜欢戴女人的东西啊 他怎么什么都往外说呢 邓超和孙丽结婚这些年来 也是生下了一儿一女 何有的明星将自己的子女藏得严严实实的不同 邓超和孙丽是不介意分享子女的日常的 有时候还会带着儿子和女儿一起参加活动 一家四口的生活确实是很温馨幸福的 记得在前些天 孙丽就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女儿小花参加拉丁舞比赛的美照 我们可以看到昔日娇小可爱的小花妹妹 如今已经长成大姑娘了 她穿着红色的拉丁舞服站在舞台中间 随着音乐的律动在舞台上翩翩起舞 完美地展现了拉丁舞的魅力 从小花的舞姿中 我们也能看出她浑身上下都散发着自信的光芒 一点都感受不到怯场的状态 让网友们都称赞不已 而且有的网友还表示 以小花这样的舞蹈功底 已经可以当邓超的老师了 毕竟邓超套舞真的是一言难尽的 如今邓超和孙丽在圈内的发展都是顺风顺水的 孙丽作为电视剧女王 只要是有新剧播出 都会在网上引发全网的关注 而邓超在这些年 虽说出演的影视剧都不太出彩 可她在综艺节目中的表现 却是让很多观众印象深刻的 是很多网友都喜欢的一位综艺感十足的明星 而邓超在观众的面前 表现出的却一直都是七管炎的形象 就连邓超的朋友们 也多次在节目中调侃邓超的这一点 有的很多观众爆笑不已 就比如陈赫有一次在节目中 就当众吐槽过邓超七管炎的一幕 那是陈赫和邓超在录制完节目后 就到邓超家做客 邓超见到陈赫到家里做客也非常搞笑 特意拿出珍藏的好酒来招待 准备好好的喝一顿 则料在准备开喝之前 孙丽却从楼上走了下来 邓超见到孙丽后立马就慌了 连忙解释是陈赫要喝酒才把酒拿出来的 孙丽听到这话后也没有生气 只是告诉邓超白天不要喝酒了 想喝的话等到晚上再喝 邓超听完也是很懂事的把酒收了起来 在一旁目睹全城的陈赫都给看傻了 这也太怕老婆了吧 陈赫在说完这段去世后 现场的嘉宾们也都笑诈了 那么对于陈赫和邓超这对夫妻 你是否会喜欢他们呢 在这个时候呢 突然听到下楼梯的声音 打打 邓超你干嘛呀 立姐 邓超 不知道陈赫为什么中午要喝酒 他陈赫难得来家里一次 他要喝那就跟他喝吧 酒也打开了 然后立姐说 中午喝酒 我看还是不要中午喝酒不好的 邓超那他就不要喝了 你看这个意思 谢谢 谢谢